哈囉 歡迎來到小小童樂 慧娃 今天呢 我們要帶大家出去玩喔 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蠟筆的彩繪 老師到現場喔 大家要叫他張姐姐好不好 我們先跟張姐姐打個招呼 張姐姐好 好 我們小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最了解小朋友的一個醫生 他是王洪哲王醫師 大家要跟他講什麼呢 王醫師好 大家好 立喆姐姐好 那我們就要問醫生啦 那其實在這個都市的玩法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動物園啊公園啊 跟去郊區的玩耍 您覺得對小朋友的成長 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刺激嗎 其實體驗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 親自去體驗對大腦產生的影響 跟被動的坐在那邊學習差很多耶 對啊 根據大腦的研究 你如果真的去走出去 去做一個旅行 或者是去玩耍等等 那對 你整個大腦的一個 一個活化的一個程度 會遠大於你坐在那邊被動的聽講 所以這一點就告訴各位爸爸媽媽 如果你有空的話 要常常帶著你的孩子出去走走 動物園 水族館啊 還有一些恐龍館啊 其實都不遠嘛 對 在肚子裡面 也是有這些博物館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是可以增廣他們見聞 也可以刺激他大腦的發展的 所以旅行對整個孩子的大腦發展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喔 尤其你在跟孩子討論旅行 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的時候 那腦袋裡面都是有畫面的 小朋友都會想到對不對 對 那那個腦袋裡面 對 想到要去玩什麼 那個腦袋裡面的那些畫面 就是正在刺激他那些認知的發展 還有刺激他的記憶力啊 專注力啊等等 所以這是屬於這些畫面的產生 是屬於右腦開發喔 右腦 對 這些畫面的產生 那在跟你談論旅行的那個過程的話 其實是用左腦在做語言的陳述 所以當你在規劃一個旅行 想要跟孩子去哪裡玩 去哪裡玩的時候 其實它是全腦開發 所以其實玩不只是可以學習到 還可以幫助孩子的腦袋的發育 對 沒錯 可是那有些地方 會不會不適合小朋友去 會不會某一些年紀 比如說幾歲以上或幾歲以下 適合去哪裡 其實親子旅行 我們要注意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剛才立喆姐姐講的 旅行的地點跟旅行的年齡的 一個考量 太小的小朋友 我們要做長途旅行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慢慢的去分級 什麼叫做去分級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如果住在台北的話 可能先到桃園 這樣子比較近的 因為那個要舟車勞頓嘛 小朋友體力比較不會消耗這麼多 如果漸進人 他這一次是成功的 他在車上也不鬧也不歡 他到那個地方 也不會過度疲累的話 我們下次可以嘗試新竹台中 這樣試試看 那就避免掉一開始的時候 在他年紀還很小的時候 譬如說三歲之前 我們就往很長途的那個旅行 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那是需要漸進式的一個 微調的一個過程 那小朋友比較不會覺得說 旅行是一件好累人的事情 所以這次要地點跟年齡呢 是要稍微考量一下 那地點的話 如果是要那個體力很高很高的 你剛才說小朋友 小朋友這個年齡層要去爬山 其實是OK的 對 中大班以上的體勢 現在幼稚園非常非常的強調 他必須要真的是 所以五歲以上 對 五歲以上 他真的是要能完成一趟爬山的一個旅程 然後下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點喘有一些流汗 這樣子的狀況而已 然後不會很容易就腳痠 可是現在都會醒的孩子 通常都是運動一下下 就覺得體力不支 很累 而且我想最怕 媽媽爸爸最怕天的就是 抱抱 對 如果要爬山的時候要抱抱的話 那個人 對 到底是在練爸媽 還是練小朋友 沒錯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要考量你的小朋友的體力 那如果是OK的 他曾經有爬山的經驗的時候 他如果要挑戰更高的山 因為他沒有這個東西的認知 那你可以評判一下 你的小朋友可不可以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量身訂做 看看他的那個地點跟年齡 要做一些考量 那第二個 行程上面的一個設計 很多親子的旅遊 都是爸爸媽媽在規劃的 對不對 一定的 這一定的 像你姐姐也說一定的 可是呢 三歲以上的孩子 其實就可以拉他來討論了 拉孩子一起來做共同的討論 親子的關係也會增進啊 對 他腦袋的畫面會變很多很多 這時候就是想像力 跟創意的衍生了 OK 所以請行程設計的時候 讓孩子一起進來 就做一個討論 那第三個 旅行的一個方式 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周車勞頓 對 不要讓行程太滿 這是親子旅遊 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如果你為了你難得休假 好不容易有三天假 可以陪陪我的小朋友 然後出去哪裡哪裡玩 所以我一定要完遍整個 對 台灣的整個西部啊 或者是整個東部啊等等 行程塞得滿滿的話 你認為孩子會認定 他是一種旅遊嗎 可能不太會 因為孩子總是要有一些 暖身的一些時間 對 還正要進入狀況的時候 他已經被帶到下一個地點去了 對 那他沒有辦法醞釀在那個地方 旅行的一個情緒 所以記得旅行的方式的時候 不要太緊湊 讓孩子覺得會很累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旅行所需要準備的物品啊 這個就很重要 譬如說衣服啊 好的準備 千萬不要覺得說 你們就住一晚 所以帶一套 通常是 小朋友很容易玩到瘋了 或者是小朋友很容易 所以衣服弄髒了 對 所以多帶一些衣物 才不會到那邊的時候 手忙腳亂的 然後還有一些必備的藥品 雲車藥對不對 還有日常生活的時候 有一些簡單的感冒藥啊 或者說是必備的藥品的話 帶在身上 所以這四點的話 是親子旅遊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如果好好的 照著這個步驟走的話 你的親子旅遊會輕鬆簡單 小朋友又玩得很快樂 有此一說 說三歲以前的小朋友 其實不太記得 所以很多爸爸媽媽媽說 三歲以前不需要帶出主國玩 反正他也看不懂 他也不記得 其實幼小的孩子的話 才更要出去玩了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幼小的孩子 從小可能媽媽都待在身邊 保母待在身邊 他的那個生活環境 會很單純很單純 所以你會不會一直覺得說 那兩歲前的孩子 好像一直都不滿足 一直都要去玩什麼 玩什麼的 對 所以其實 越是在三歲前的孩子的話 我們在臨床上面認為是 他應該要更多的旅行經驗才對 因為那個東西其實是在幫他去 一直把注意力分散在各個地方去 然後那些新事物 其實就是刺激三歲以後 要學習的主要的能量 所以其實他三歲以前是看不懂的 比如說你跟他說 這隻是大小 他可能也不太懂那是什麼東西 也沒有關係 建立一個熟悉感 我們曾經也有看過小朋友 到了四五歲的時候 還沒有看過河馬跟犀牛的 結果他突然哪一天五歲 四五歲的時候 爸爸媽媽帶去看犀牛的時候 他第一印象覺得他好醜喔 我好害怕喔 對 然後結果衝擊就這樣 對 錯誤的印象 那如果你這個 這個比較幼小的年齡層的時候 你就帶了他去動物園來去熟悉 去有旅行的經驗 然後常常出去外面踏青 他對很多東西呢 其實他就是被動式的去熟悉 到他主動認知 上來的時候的學習 他會更快 他認那個大箱的認知 會更快 然後他學習的能量會更強 原來是有這樣子的理論 其實不是說不懂就不要出去 就沒有必要出去 其實不懂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讓他建立熟悉感 那今天呢 我們也要帶大家去一個 我相信大家以前 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是蠟筆工廠喔 可是我們不用坐車子 不用跑到很遠的地方 我們直接把蠟筆工廠 整個搬到這裡來 而且我們又請到專家 就是剛剛介紹的張姊姊 他會跟大家講說 原來蠟筆有哪些 蠟筆怎麼做的 還有哪些不同的蠟筆 可以做不同的遊戲 甚至是不同的魔術喔 提辦人的名字 也是很貴重 請回來 請留一點才馬上